這個地點就在西大門區的延溪洞 突然出現了天坑的四線道馬路上 當地時間是在上午的11點多29號 有一名80多歲的男性 在行進這個路段的時候 整輛車側著掉到這個洞裡面 不但駕駛身受重傷 他70多歲的妻子甚至一度失去了意識 還好趕到現場的醫護人員 及時施以心肺復甦數才減回一命 目前有關當局已經封鎖了事故現場 而且同時也在調查這個天坑出現的原因 到底是不是跟偷工檢料有關係